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聊一下 台湾的那个网红馆长 又出来作秀这件事啊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一次世家联务事件呢 蔡英文民进党当局 还有台湾那些政客网红啊 他们处理的方式和上一次凤梨事件 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说复制 年贴 你找不出一点点的变化 一开始就是紧急 这个出来召开记者招待会 陈吉仲都说了嘛 出来解释说 中共压霸台湾 中共欺负台湾 我要去WTO上诉 蔡英文呢也是说 这个中国市场丢了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日本市场 比如上一次这个凤梨事件 台湾的凤梨销量 不降反征啊 所以中国我们不鸟它 所以大家看清楚没有啊 书生我的预言啊 就是百分之百台湾的那些政客会照着去做 你去翻看上一期视频 我是怎么预言台湾人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的 第一啊 这个哭闹 上吊 闹 然后再说 大内宣说中国市场不重要 我可以靠日本 澳大利亚 完全就如此啊 你看这个馆长作秀也是一模一样啊 上次他出来 买了几个菠萝 做了一个摆拍 作秀说 台湾人品台湾菠萝 吃台湾菠萝 这一次呢 也是一样啊 买了几个世家联务啊 又出来 咬一口说 力挺台湾 而且这一次更过分 上一次这个力挺台湾菠萝还捐款三十几万 结果这一次呢 一毛不拔 没有任何捐款 就做了几个摆拍 做了一个秀 为什么 因为馆长现在也没钱了嘛 没有米下锅 做饭了嘛 因为你拆文的这个抗疫防疫这么烂 他的健身馆 馆长自己开的健身馆的连锁店已经倒闭了多少家了 接不开锅了 所以我完全理解馆长的做法就是做秀 这馆长啊 他丝毫不提这个问题的关键 很多博主包括我在内已经强调多少遍了嘛 台湾的问题出在你台湾自己嘛 就是解译出了这个有害的生物 上一次借壳虫 这一次呢是什么大洋豚 什么壳虫什么 反正这个名词非常专业 非常难念 不管怎么说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外来的 有害生物 没有天敌的生物进入你的这个生态圈啊 这会给你的这个经济农业造成一个巨大损失 所以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终止 而且不是禁止是终止啊 结果呢 这个台湾的这些网红啊 这些政客又出来跳脚了 而且这个馆长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示范 因为他自己爆料自己是糖尿病人 你糖尿病人怎么可能吃世家呢 虽然说莲物的糖分不是很高 糖尿病人可以吃 但是你世家糖分非常高啊 专家建议 医生建议 糖尿病人不应该去吃啊 你是一个糖尿病前妻的病人啊 你不可以不可能去吃的 所以中上所述 馆长完全就是在作秀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很多人啊 真的是比较贱 真的是把大陆的善意当成是鲁肝肺 你看这个台湾这个龙委会是怎么对待新西兰 禁止这个台湾的水果的 励志的 因为新西兰也是检测出了这个里面有害虫嘛 其实不仅包括这个新西兰了 其实新加坡也是出现的这个台湾 菠萝是黑心菠萝 就是有的新加坡人买了一个台湾菠萝 回家以后切开 对半切以后 发现里面菠萝新坏了 是烂的 日本呢也是警测出来 台湾的这个香蕉 这个农药操标 澳大利亚也是一样 然后你看台湾人是怎么处理的 说我们理解 我们会尽快处理问题 就说台湾对待日本对待澳大利亚 就像哈巴狗一样 田狗一样 出了问题 我赶紧低头道歉 给洋人点头哈腰 然后呢 同样的问题 中国大陆发现了 你出现问题了 就说中国压吧 这就是典型的双标啊 还要上述这个WTO 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嘛 WTO是讲究这个贸易的公平平等 对等开放的 最应该去WTO申诉的 是中国大陆 因为你台湾 单方面是禁止中国产品 大概2000多项进入台湾岛 还有这个中国的服务 中国农产品大概是600多项吧 然后呢 你不对中国产品打开市场 你却要求中国市场对你台湾市场打开 台湾产品打开 而且一旦闭上这个市场 你就说中国压吧 就像以前一直骂中国的 卖给你们 你让台湾的水果卖到中国大陆 台湾人可以赚中国人钱 你就说这些台湾人被中共统一了 这个统一战线了 收买了 然后呢 现在中国不买你台湾水果 你就出来骂娘了 哭爹骂娘 说中国人欺负你 这不是精神错乱吗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水果的问题啊 我上一次的视频我忘了讲一个事 还有这个方方面面台湾都是对大陆进行歧视 不公平对待的 最应该申诉的是中国大陆人 中国 比如说这个陆生陆配 对吧 中国很多大学都是优惠 这个录取一些台湾的这个考生 其实说实话台湾考生的这个水平啊 并不是很高 台湾毕竟这么多大学很烂了 有的水平啊 根本就不够上清华 连复旦都不行 这里我不是欺负复旦 就说你的水平不够 但是为什么中国各大高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台生啊 即使他们这个功课赶不上 因为我要让这些台生了解大陆 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 不是民进党抹黑的 不是馆长这样的人抹黑的大陆 结果呢 这些人在中国受了优惠以后 然后跑回台湾 有的人还不在少数 又出来大骂中国大陆 就说你养了一个白眼狼啊 然后陆生了陆生到台湾以后 不能够去台湾的某些大学 某些特定专业入读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而且你学完以后 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台湾的垃圾文凭 台湾的文凭 这个全世界并不是特别的认可突出啊 就说很平庸的 你拿了这个台湾文凭以后 他不让你在台湾找工作 不准你限制你 陆配也是一样 明明是这个一厢情愿的啊 这个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 他要给你起个歧视性的陆配 更不要说这个大陆陆资呢 投资了 大陆的资金不准去台湾 说你有可能秘密的统战 收买一些台湾人 然后台湾的那些台资呢 台商呢 在中国大陆横冲持闯啊 其实台资和台商 在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竞争力的 抛开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拿得出手啊 你还不是靠了一点政策吗 所以这个馆长也好 还是蔡英文也好 其实都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没有去触及问题的根本 而是一味的趁流量炒作这个话题 所以就是作秀 那么这个视频的最后啊 再来花几分钟时间嘲笑一下网红馆长 这个网红馆长 我觉得他的身体啊 一定是出现了某种问题 因为最近啊 他身体爆速了 因为得了糖尿病嘛 大家都以为这个馆长啊 身体这么强壮 应该是个猛蓝 你想想看台湾是闽蓝人的后代嘛 福建人的后代嘛 再加上一些蓝岛人种 其实他们的这个块头啊 应该是典型的蓝方人 不可能像北方山东人 东北人一样 那么魁梧骨炸大 所以呃 馆长呢 本身呢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蒙古人的基因啊 他块头确实很大 而且练到这个程度 但是块头大 不代表你健康 不代表你内部的脏气比较健康 因为啊 我作为一个健身的初步 初级爱好者 我知道馆长这个维度 一定要用药 上科技 就是啊 打这种药 要么就是生长激素 要么就是吃利尿剂 对吧 你维度一定要上去 然后才能抠细节 才能让这个肌肉有细节 你维度上不去 一切都是免弹 所以这个维度就是馆长的吃饭家伙 他一定用了这个 生长激素 才把身体搞坏了 现在得了 才四十几岁 才就得了这个糖尿病啊 你想想看啊 好可怕啊 因为你打了这个生长激素以后 你会使这个胰岛 会产生抗性 而且你为了维持这个肌肉量 要不断的 这个补充蛋白质 补充蛋白质的来源就是什么鸡肉啊 什么三文鱼啊 每天就吃这些东西 简直不是人吃的 然后呢 每三到四个小时吃一顿 我听说过最恐怖的 每一个小时补充一顿 就说正常人一日三餐 馆长一日吃七八餐 你这个量太大了 你的身体受不了 你的这个胰脏胆 这个消化器官 你这个肾 都是超复合运转了几十年啊 有可能你一时间 你肌肉突然暴涨了 很牛逼 然后呢 你是在为自己的 以后的身体健康买单啊 超复合 而且还有一个最最可笑的 我今天我就要嘲笑一下馆长 馆长虽然说 号称是馆儿肠 但是我敢肯定 它下面那个蛋蛋啊 一定非常非常小 因为你打生长激素 就是外源性的 这个蓝性激素啊 雄性激素 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非常可怕 你的蛋蛋会缩小 因为你的大佬认为 外源性的这个性激素 补充已经非常足够了 非常超量了 所以我自己 自己身体不会分泌 自己的性激素 有的这个肌肉蓝的 性激素的分泌水平啊 跟七八岁的小孩子 一模一个水平啊 就那么低 所以你性激素不分泌了 你这高丸呢 就这个蛋蛋呢 就用尽废退嘛 就说他觉得你没有必要了 所以这个器官就废掉了 自己缩小了 缩的跟花生米一样 以前史太龙就是这个例子嘛 所以啊 非常非常的可笑 台湾的今天这个 这种这个牛鬼蛇神啊 一顿乱舞啊 一顿乱操作啊 其实都是现在台湾的这个 语言环境过度的开放 自由导致的 我并没有反对什么 言论自由啊 或者是这个政党轮替啊 其实我觉得台湾就是 走到了一个极端 就是过度自由 过度开放 过度强调个人的利益 所以才会导致 馆长这样的网红出现 跟这个民进党 政党呢 互相利用 互相蹭流量 但是呢 有个屁用啊 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 你每天都在作秀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